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的杜拉克 11月24號文章 模擬分權制 最重要的守則是 模擬分權制 只能當作最後的手段 一旦成立某個事業單位之後 最好的組織設計原則 就是聯邦制分權 不過我們也明白 有許多大型企業 無法真的分割為數個事業單位 但是他們的成長 顯然已經超過規模的極限 也超越了功能性架構 或團隊架構可以處理的複雜性 為了因應組織的問題 這些公司逐漸開始採用模擬分權制 在模擬分權制之下 組織裡設立了一些單位 這些單位並不是真的事業單位 只是假裝他們是事業單位 賦予他們最高的自主權 設立管理人員 至少有一個自負盈虧的模擬責任 這些單位之間的買賣 採用移轉價格 移轉價格是由公司內部決定的 而非外部市場決定的 這些單位的利潤計算方式 是用內部規定的成本 再加上一筆標準費用 例如成本的20%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如果可以的話 利用微型利潤中心創造內部競爭 分配營業額給每個單位 營業額與成本應有恰當的比例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R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河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